来 白星的都眨眼啊 都走了吧咱俩 问道的 干大事你着猫急的 给你看也好玩了 你不 你不 拿着 你要玩吗 马上分你点 醒声 是不是眼睛 你会等你 啊 点灯 嗯 你会等我们 呀 降业 对 你 你要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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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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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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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 走过头 快走 快走 跟上 快走 快走 快点 站好了 张二明 来 队长 这样吧 笔录我们做 你跟小光太累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行 那你们今天辛苦点啊 应该的 起来 别跟着睡了 回家睡一下 喂 大运队正北 在哪儿 行 我知道了 拿钥匙跟我走 咋了 你来 钥匙 中队 中队 这么快就到了 报案人哪 问话哪 是让值班的保安 吓坏了一觉 你当时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几点 有一点四声 就这楼啊 停电了 对 下雪了嘛 再加上电路老化 这附近全都停电了 这栋楼是员工宿舍楼 忘了人说是五楼 五零五 那死者呢 在楼后呢 身中树倒 怪吓人哪 不交错 是吗 不交错 有点可惜 有一点老实话 那一切都病了 一边就要 最后一边门 一边也没了 就这边门了 一边门 你门爬了 那你门也没了 不过 你门的 你门爬走 你就门了 你跟这屋看看 哥 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翻墙走的 咋的呀 你第一次出面现场是吧 吐吧 这早晚都得吐 习惯就好了 赶紧吐啊 吐完了向他们喊人过来 别看了 别看了啊 谁不能进啊 行了 大家别自己在这儿了 散了 散了吧 散了吧 我回去吧 别看了 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 凶手应该是外地人 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 报告已经送来了 坠楼的叫宋文 楼上的叫宋武 清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报案 宋武多出刀伤 失血过度二亡 宋文身上也有刀伤 但死因还在分析 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好了 那个呢 没找着 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 满场职工对着呢 对 你看这个 就这个 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 现场那个鞋印呢 除了凶手的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 都是四二的 跟那兄弟俩的角度对得上 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心子了 只能等了 那半人来了吗 叫什么了这 叫江小好 来 喝口水 谢谢 你别紧张 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 喝水 我看你笔录里边说 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 对 是个面孔 不是我们厂的 那你为啥开门放得进去 他们开车来了 他们 送人开的车 啥呀 给开个门 五哥 你咋这么晚过来啊 家里来个解 别管了 那人长什么样 你看清楚了吗 太黑了 就能看出岁数不到 二十出头 胖瘦呢 碰个瘦 应该跟我差不多的 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 他们没怎么说话 感觉都挺严肃的 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 你看见他们下车了 看见了 你多高个儿啊 你说那个生人 他就比宋文他俩要 要矮 大概一米六几 一米 一米七 对了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 怀里抱着一个包 抱得特别紧 什么样的包 什么样的包 得有这么大 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 当时都快睡着了 十二点多 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 吵啥也听不清 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 我本来也没想过 太困了 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 楼后那边 我就爬起来穿一路 我回去看了一眼 你别紧张 你别紧张 这跟公安局呢 你怕啥呀 行 那差不多了 谢谢你配合 你先回去吧 你要是 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 随时联系我们 好 好 尽管 放轻松点 别紧张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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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 法医在剪开宋娃衣服的时候 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 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 送去化验了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 怀里抱着一个包 抱得特别紧 现场啊 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 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 里边八成是毒品 这就说得通了 现场的现金啊 肯定就是毒资呗 又是贩毒案呗 这两年是怎么了 这帮毒贩的也太嚣张了吧 都说得出了一个东西 好 还不更好